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是阿輝 實況界的天王來了 天王嗎 我還想說講我 不好意思 你可以走了 謝謝 掰掰 你可以走了 再見 今天大家喜歡的話 一定要到小熊粉絲團 那如果不喜歡今天影片呢 對啊 不行啦 不可以這樣 我的頻道是小熊unico 主要是在玩遊戲 偶偶也會有一些生活類型的影片 跟主持的工作紀錄 然後平常也有在Twitch上開遊戲直播 大家都可以來看謝大家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雖然這個是沒有在腳本內的 我一定要先說一下 小熊的經紀人也有頻道 Sally Sally 我幫你Key在下面 你把我人擋住都沒關係 夠意思吧 那我們今天找小熊來其實一樣 我們在Apple Arcade 我們要來推薦遊戲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 喜歡打開喔 小熊我想要先問一下 你比較專長是哪些遊戲 專長喔 我很喜歡玩劇情類的遊戲 就是很像在讀故事 或者是看電影 有一些比如說像繪本 繪本類的 就是他就是一頁一頁帶著你看 然後會有一些劇情 還是會有一些小遊戲性 比如說小解謎 或者是小操作 小型的休閒遊戲 你也會喜歡嗎 幫你舉例說明白一點 例如像Tim哥或長輩會常玩的 像什麼三消遊戲 就是把一樣的顏色連在一起 消掉的那種 那是你的小型休閒遊戲 是不是 沒有我只是想問你一下 抱歉抱歉 你也好紅喔 今天又該不會用三消 我今天推薦的遊戲沒有三消 你看你是不是現在趕快換 真的沒有三消 好我們今天要來玩第一個 就是很特別的小品遊戲 小品遊戲 可能一天我真的要玩 我兩三小時就可以玩玩的那種 這一款就是我說的 比較接近繪本類型的遊戲 它叫做Assemble with Care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修東西的遊戲 修東西的遊戲 因為這個主角設定 它是一個古董店的老闆這樣子 所以它會幫忙修古董 幫忙修一些別人的物品和東西 你看它前面就會有一些故事 而且還有配音 有有有 它會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然後還會有一些美術圖這樣子 然後你每往下拉一張 它就會講一段故事給你聽 然後你就可以幫它修 遊戲就是這裡開始的 你看很酷很酷 然後我們就先拿這個起來 這樣你就可以去轉動它 然後看要怎麼修 還可以轉動它 而且這個遊戲很酷 是它越後面要修的東西會越來 我剛剛想說這類的電器 不是以前修好 就是先拿起來敲兩下 然後磁彈拿起來先吹一下 這個超適合大人帶小孩一起做 很療癒而且很有教育意義 難怪他會壞 他要裝XXX 不好意思 XXX 所以我們在講 為什麼會壞你知道嗎 我兒時的回憶應該是你年輕的回憶 就是轉這個 要插鉛筆進去轉 你看那個七歲小女孩聽不懂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就對他來說那不是他年代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轉好 我那時候還玩什麼 叫什麼瘋狂醫院 瘋狂醫院 病人嘛 但是他一樣各種器具就放在那邊 其實蠻像蠻類似的 然後你看他就可以 你就可以播放它 播放 然後他就會又播下一個故事 所以他其實都是一個很溫馨的故事 第二款就是我覺得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的 叫做這個 天天過馬路之燈高塔 這個就稍微比較需要一點點技術 因為我也是蠻常識的 而且這個遊戲可以多人遊玩 可以多人遊玩 可以多人遊玩 但我先玩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 就是你進了這個燈高塔之後 你就只有左右和跳這個選項 可是你到後面 就會越來越多陷阱 跟越來越多機關 你看像我這樣就掉下來了 我就要去持那個金幣這樣上來 畫面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有點像是像素風格的設計 你看像這邊有一個刺 我就要小心它 因為我如果過去可能就會 可能就會撞到它 撞到它 對 然後像多人遊戲的話就是 你如果很爛 你如果很爛的話 但你朋友過了也算過 對 所以 那這也很重要 對這也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一直都不做事 你知道嗎 然後就靠你的隊友 阿輝你下載這個遊戲 一起玩 一起玩 只有兩個人進去兩個都不動 他說你在幹嘛 我還等你動 不是吧 我現在到第十關了 然後第十關 他就很可愛 他會有一個這個 他會有這個機器 我覺得很多遊戲是 就可以回一條 有兩個一起玩的機制 其實蠻酷的耶 哇 剛剛小黃那個好精彩耶 我快想半天到我今天來介紹 另外一個賽者遊戲 其實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 刺蝟 藍色刺蝟這個傢伙 你們兩個做遊戲 我也有耶 我也有 這裡 那代表其實你們年紀應該 我們年紀相仿 其實有點像是 馬力歐賽車 甚至我覺得最像是 最像馬力歐賽車的 馬力歐賽車 其實手機板上面也有 但是比較 比較簡化過半分 他甚至可以跟三個人 做連線對戰 可以連線對戰 然後我另外跟大家推薦 其實 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就是他的外接設備 的資源性非常好 沒錯 所以其實尤其像說遊戲 就是像 我買手把 而且其實這是 Apple Store上面 官方合作的手把 這也太酷了吧 其實蠻多的 我手把買了幾十支吧 然後 另外跟大家推薦說 其實你也不一定 像阿輝要買專用手把 其實你也可以用家裡的 PS4手把 甚至在今天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 剛好更新 14.5 是iOS 14.5 也有支援PS5 如果你買不到PS5 你也可以買PS5的手把 自己拿iPhone玩遊戲喔 這也是可以的 表現說 先買手把起來放 沒有 而且你拍照IG的時候 你就拿個手把出來 你會說 哇 你有PS5 沒有 我是玩iOS 14.5 限動發那手把 終於 終於 根本就沒有 當然你如果離線的話 就是玩 跟電腦組隊 那你如果跟線上的話 你可以跟網友 或是跟自己朋友組隊 你是不是很想跟我組隊 好像還好 因為他開始 好像還好還好 還開始 重點是因為 他其實 遊戲其實就是用手把 玩得更舒服 然後在遊戲中 其實他就很多道具 可以使用 他不是只是玩賽車遊戲而已 最主要是很多心機 你有很多道具可以用 然後你跟你朋友玩的時候 他還有組隊特效的效果 所以有時候碰到豬隊友 剛剛Tim哥說 跟他組隊 我覺得 你知道我是我們公司的 那個賽車冠軍 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要亂說 因為陰霧小子本身還有 還有他那個吃金幣的特性 所以其實難度來講 我覺得甚至比馬力歐賽是第一點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遊戲 我思考了非常久 我決定要介紹這款遊戲 因為 本來是陰霧小子 本來是三肖 一開始被我們講了之後 換成陰霧小子 然後又撞到 想說今天要內談一點 不要這三肖 因為我以前在玩PS時代的時候 我最愛玩一個遊戲 叫全民高爾夫 你有玩過嗎 我有玩過 有玩過 PSP也玩好久 結果沒想到Apple RK 有類似的遊戲 也是高爾夫球 居然 對 就在這裡 他也一樣有BOSS 做得很好 對 一樣你可以選擇 這也是類似那種 迷你高爾夫那種 沒有 他是真的打十八斗 他是模擬真的 真的真的 然後你就選擇 做得好完整喔 這遊戲 你可以自動選擇你的角色 所以真的像那時候 PSP上面那個全民高爾夫 全民高爾夫 對 超像 好誇張喔 對 是一模一樣的 我剛剛聽你講以為是那種一條打的 對 然後你要一般大會有沒有 哇 這就全高爾夫吧 這就好 就跟你講啊 超懷念 而且打擊感也很好 是不是 不錯耶 而且Tim哥 你現在也是用平板嗎 我 對 因為 眼睛不好 再一次 眼睛不太 沒有 我覺得這個畫面大比較好看 沒有 我是為了讓小熊看得到 那他這很棒 他就一樣可以調整 然後一樣可以換乾 真的就可以換乾 這好棒喔 其實配平板給長輩玩 或是給小朋友玩 也是蠻不錯的 對啊 然後你看那斜坡 你看他做的 有沒有很多全民高爾夫球那種FU有沒有 真的耶 後面還有一個路人一直在盯著你看 對啊 他感覺你這樣踩進來 路人有一點太真實 他在每個角色都有他設計的專屬乾 像這個是SW 旁邊有個笑臉的 就是他很會用這個乾 你看 我換了就沒了 真的耶 有沒有 哇 差一點點 就差不多了 因為手衣上面其實沒多的是 好可愛喔 看出來會生氣 好可愛 目前第一啦 好厲害喔 包包拍手 要給長輩多多鼓勵 鼓勵鼓勵 你很棒 你很棒 好哇 我們今天一共介紹四款遊戲 老樣子 老樣子 我們導演跟助理還有阿輝 他們都會各選一款遊戲出來 導演先 你選擇誰的遊戲 我會選擇小熊的 唉唷 你是選人吧 我上次又說不管什麼遊戲 我就是要選妹子 第二款那個遊戲 就是天天過馬路跟高塔 天天過馬路 天天過馬路 那遊戲真的不錯 好那助理呢 我選 有紫色iPhone12 好好說 高爾夫了 高爾夫了 最大容量 256G 最大容量 夜拍也很強喔 裡面還iOS14.5 在口上還可以解鎖喔 那你要選誰 阿輝的 阿輝是會送完iPhone13 阿輝呢 其實我也是跟導演選那個 你一樣選小熊 對 登高塔 他喜歡哪一個 他很明顯選他爸 他高爾夫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 才會選高爾夫 我這個人有私心 什麼私心 我選小熊的第一款 小熊也是選妹子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第一款遊戲真的有打中我 油品味 油品味 因為他的第一款就是修東西 有休閒 其實遊戲性有點意外的好 對 好險我們有找小熊來 果然大家有不同的遊戲體驗 那我們今天這遊戲 一樣都會推薦給大家 會把我們推薦遊戲 放到資訊欄位 好那名字你就可以直接去 如果你要搜尋的話 一樣可以很快速就可以找得到 今天謝謝小熊來我們現場 不會謝謝你們邀請我來 好謝謝 謝謝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掰掰